阿比玉康艋 阿比玉康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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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好我是Mii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排球小游试的基础篇新单元 就是要跟大家介绍 排球場上各個位置的介紹 好啦 那這個新單元就是要跟大家介紹場上不同的位置 就是可能是自由啊 主球啊 懶中 大砲 復位 教練 排判 這樣好像太多了 那大概就是要去介紹這些不同的位置 然後他們的特色 他們的歷史 他們是什麼 然後他們的由來 還有怎麼樣成為他們 所以我會用4WH的方式來跟大家介紹這些位置 好 在開始之前 我要跟大家預告一下一件事情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我最近在籌備排球影 或是排球課程 所以呢 大家要等我消息 然後要記得要去看我那個 YouTube 上面的貼文 然後我會在那邊公佈這些消息 給大家看 或者是追蹤我的 IG 在這邊 都會在那放上第一手消息 那今天的位置 你猜是什麼 想好了嗎 今天的位置就是這個 自由球員 看得懂三分之嗎 三分之就是 Libro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自由球員 你猜對了嗎 那我們就開始囉 那我今天大概會分成五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自由是什麼 第二個就是自由的來歷 第三個就是自由的特色 第四個就是自由常出現的地方 第五個就是告訴你怎麼樣成為這個自由 這個新單元除了就是為了要跟大家介紹這些位置之外 也是希望可以科普一些就是在球場打球打很久的老手 或者是呢就是剛打球剛接觸排球還沒有想好要打什麼位置的人 甚至是你也是攻擊手 那你想要換位置 你也可以來看這影片 看看這個位置適不適合你 所以這個影片其實 也是很重要的喔 什麼都嘛很重要 那我們就開始囉 一 自由球員是什麼 什麼 What is Libro 好那自由球員就是自由球員 然後他還有很多其他名稱 像是Libro英文的 然後我們也會 很多人會叫他自由啊 或是叫他L 自由人 就是他其實也有非常多的名字 但是他們只有都是同一個球員 就是大家會很常看到那個穿不同顏色的衣服的人啊 他就是會一直在後排 可是都不會上去前排 那他會突然走到場邊 然後把一個人換下場 非常隨意的在場上走動 沒錯 那個人就是自由球員 自由球員其實就是一個專門防守接霸的球員 會覺得這個位置聽起來很無聊嗎 我們可以稱自由球員為大地的守護神 因為排球是個落地得分支的運動 那自由球員就是不讓球落地 所以叫做大地守護神 自由球員的歷史 The history of Dibro 其實排球剛出爐的時候 是沒有自由球員的 但老實說 那時候的排球還是用環球網在打 是不是不知道 這支影片有說 那開始使用自由球員這個制度的時候 已經是1998年 1998年的時候在一些地方的北賽 開始使用自由球員這個制度 就是有些隊可以配置一個自由球員 現在一個隊可以配到兩個自由球員 但是以前只有一個 就是從2002年開始 就是在一些大型杯賽上才會出現自由球員 所以自由球員從出現到現在才過了22年喔 所以它是一個很新很新的位置 所以你遇到一些老教練 他們那個年代其實並沒有自由 就算他是練籃中的位置 他還是要會揭發球喔 3 自由球員的特色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ibro 好 那這個部分就是自由球員的特色 自由球員他們的特色就是 敏捷 速度 反應快 我們很常都會看到一些自由球員就是 很快速的移動救球 很快速的移動救球 或者是他們會站在一個沒有人往手的地方 直接拚手背 這個就是自由球員的特色 其實自由球員這個位置 他們很需要敏捷 他們會需要移動之後接球 或者是移動 魚躍 接球 移動 他們會做非常非常多的移動 然後我們給這些自由的設定就是 他們要很會接球 要很會防守 所以對於 所以面對對面的搶擊球 也要反應夠快 要能夠 迅速的判斷 他全力扣下來 是扣在我的左邊或右邊 那這個部分就是 自由球員的反應要好 所以自由球員要具備 眼門手快的能力 自由球員很常會在後排 而不是上前排 因為是因為我們把自由球員這個位置 把它放在一個 專門接球 專門守備 專門接發球的位置 所以通常就是 看場上哪一個人的 接球狀況比較不好 或者是防守狀況比較不好 我們就會換自由球員上去 那他不能執行一些擊球的動作 像是 這些動作是自由球員不能做的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自由球員 是一個非常重手背的位置 那想成為自由球員的話 這一點是要考慮的點 所以其實在場上 很常會看到自由球員 非常的非常的熱血 跑到五六米之外 然後把球勾回來 一個魚要鋪在牆壁上 或者是直接毫不畏懼地站在三四米 然後拼手對面的攻擊球 怎麼樣 很熱血嗎 很像大地的守護神呢 不熱血一下怎麼可以 四 自由球員的站位 那就是像我們剛剛說的就是 自由球員非常的拼手 非常重手背啊 重揭發球這樣 所以他通常會去佔一個很大的接球範圍 我們來看一下自由球員分別是在 接發球跟防守的時候 他們的站位方式 這邊可以看 就是我們通常在接發球的時候 我們會把自由球員放在中間 盡量可以把它放在中間 就是讓自由球員做一個很大的接發球範圍 那把其他旁邊球員的接發球範圍變小 然後讓自由球員專門來接發球 這就是很常見自由球員的接發球戰術站位 那如果是防守的話呢 如果是防守的話我們可以分成兩種 第一種是接強擊球 我們讓自由球員去接強擊球 通常會放在五號位的位置防守 因為大部分的球員都還是右撇子 然後攻擊活力又在前排 他們的攻擊順手方向的弱點大概都是在四號位和五號位這邊 所以我們會把自由球員放在這個位置 讓他拼手強擊球 那另外一種方式就是 當我們對的籃網比較好 籃網排面很好的時候 我們會把自由球員放在後中 讓他去拼手一些touch out的球 因為他的敏捷比較好 他移動能力比較好 所以會放在中間後面 讓他去touch out 就是因為他的移動能力比較好 所以我們會把他放在中間後面 去拼手那些touch out 就是需要跑比較遠的球 這幾種大概就是自由球員比較常見的站位方式 五 怎麼樣成為自由 How to be a liberal 怎麼樣成為自由 一個最簡單最簡單的方式 讓你一秒變成自由 你知道怎麼辦嗎 就是跟人家穿不一樣的衣服 好啦就是其實 就是前面的一些像敏捷要好 移動能力要好 臉明手快這些條件都是 可以訓練來的 只是想要成為自由的話 因為他是大地守護神 他要拼手 他要讓球落地 所以他很常會去接觸地板 就是在球落地之前趕快插下去 趕快整個鋪在地板上 然後反正他就是只要不讓球落地 自由球員就成功了 就是必須要不斷的訓練 然後不怕鋪地板 不怕什麼擦傷啊 不怕撞傷啊之類的 我覺得自由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位置 想要變成自由的話 就是你要非常努力的拼手 然後不怕摔傷 不怕擦傷 就是這樣 那因為自由有剛剛這幾個特點 所以很多自由球員都是 嗯怎麼說 滿腔熱血 所以在場上很多那種 喊聲啊或者是 把大家圍起來一起歡呼之類的 大部分都會是由自由球員來代聲 就是其他 其他球員也是可以代 那因為 自由球員有這樣子滿腔熱血的個性 所以更常是由自由球員來代 熱血人想成為自由嗎 那以上就是自由球員的介紹 想成為自由了嗎 今天的排球小小師就上到這邊 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追蹤我的IG還有點贊粉絲團喔 所以自由球員要具備演名手塊這個特點 所以自由球員要具備演名手塊的這個優點 所以自由球員要具備演名手塊的這個個性 所以自由球員要具備演名手塊的性格 不是 不是性格喔 對了剛剛忘記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喔 大家好好聽喔 雖然這邊是片花但是還是很重要 大家仔細聽 就是呢我們剛剛不是說 自由球員都只能在後排手背接球嗎 但是其實自由也是有攻擊的時候喔 就是 自由攻擊 對